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韩提起诉讼的这些民众大概都是败诉的 如果到日本去提起诉讼那更是完全都是败诉的 但是这一次在南韩的最高法院出现了逆转 那这一些会不会成为在南韩诉讼的第一例 未来因为这类似的诉讼还有15件 影响的日本企业大概有70家 那这个对于日本的企业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百年企业 其实在日本殖民时代的时候 他们在全世界还是都都都在运作 然后呢你说有没有强制真功的情况 有当然是有的 然后有这种这种强迫性的一些劳动 其实这些这些纠纷很多 那未来如果这些判决在南韩成为通力的话 你可以想象得到日韩之间的关系 会出现如何的紧张关系 所以这件事情对日韩后续的关系影响会非常的大 日本政府呢昨天已经提出了强烈抗议 那不排除要提起国际重裁 好这个是日韩关系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出现变化 那第二个新闻呢是 好了我这一辈的朋友们 或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更年轻的朋友们 还会不会看金庸小说 或者是只是看金庸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啦 或者是电影啊 金庸小说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呢 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在国中高中时期的时候 那时候对我来说是禁书你知道吗 其实金庸因为他他笔写两岸三地 他不是只有写小说而已 然后他同时办了民报 在香港的民报 然后他写社论写社评 他在社论社评上面呢 对于两岸 对于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 对于共产党 对于国民党 他的批评是绝不留情的 那么所以呢 他的他在两岸都是 所以他的小说在两岸都是禁书 但是两岸的年轻人都看他的小说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他的小说呢 要改名字 就改书名 然后里面的所有的主角呢 都必须要改名字 所以后来呢 这个解禁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那个名字再重新对一次 非常的有意思 在我的中学时期 大学时期 因为他就是一读再读的好小说啊 一读再读啊 大学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的大一国文 用金庸小说作为读书报告的一个题材 把金庸小说所有的不但小说重看一次 而且呢 还必须把所有评论他的一些相关的书籍呢 也全部都要再看一次 甚至于 我昨天讲一件事情 我觉得蛮好玩的 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玩 很多人都问我说 这个生小孩之后 会不会 做业子的时候 会不会很忙碌啊 因为你照顾小孩子 手忙脚乱的嘛 我都说跟他讲 我说 其实我回想起来 我都觉得做业子 是我人生很幸福的一段时间 当然一方面是 因为我的小孩真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婴儿时期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乖 二方面是呢 陪伴我度过作业子时期的都是金庸小说 就是我只要一空挡下来之后呢 我就看 开始看金庸小说这样子 一直到小孩哭为止这样子 我在 我在医院的时候啊 我先生就带了遗落的小说 到医院里头这样 因为其实都临时去医院的嘛 当然不可能准备好书 我才不管那个什么 做业子不能够看书这种说法 我从来不管这种事情的 他就带一叠的书 都金庸小说这样 所以他也陪伴我做业子期间 所以我回想起来 我就觉得我做业子期间 是很幸福的一段时间 好 那也都跟金庸小说有很大的关系 好 我们都读金庸小说 那么 他昨天过世了 享受94岁 当然是高寿 其实呢 也是希望他 就是其实能够平静的离开人世 然后留下这么这么这么多 那么喜欢他的文字的人 而且他的文字 是不只是在小说里头 然后留下了许许多多典型的 小说人物 那你咧 你记得的是谁 对 我觉得在不同的时间 喜欢的他的男女主角 真的会不同 对 男主角我就是喜欢令狐冲 就是喜欢令狐冲 不然你是要怎么做 但是呢 我觉得他也很重要的是 留下了一个知识人物 知识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 一边写小说 一边写社论 而他的社论都对两岸而言 当时的那一种威权时代 都有极深刻的批判性 这一点是很令人敬仰的 我不敢说他完全没有争议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那一个人能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 就已经很不容易 他把两件事情 用他的文字 把两件事情都做得这么好 那更不容易 光凭这件事情 光凭这两件事情 他都是非常值得敬仰的 愿他安息 好 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经济趋势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 丁学文 来 学文今天为大家准备 那也同时欢迎脸书上面 News98官方粉丝团的朋友 一起来看 学文为大家准备的这一些 跟他准备的文章内容 有关的这些图片 哈喽 学文 早 中心各位听众 大家早安 今天经济学人 他不当乌鸦了 对啊 今天是 我觉得今天的cover story 可能因为前几期 都是比较负面的 包括衰退 中美对峙这些 所以这一期比较正能量 我们看它是一个 蓝天白云的一个封面故事 然后有一个袋鼠 腾空而起 所以大概我们就知道 他这次在讲澳洲 对 而且是好的 是好的 他觉得澳洲现在是 全球富裕经济的一个典范 那封面故事上 我们看到 袋鼠后面还有几个 白色的七角星 那这个其实取材于 澳洲国企 大的七角星呢 代表的是澳大利亚联邦的 六个州 还有所谓的联邦区 那另外左边还有四颗 比较相对比较小的 白色七角星 还有一颗比较小的 这个白色五角星 分别代表的是 太平洋上面 的难死之星座 那就是告诉我们 澳大利亚其实位于 南半球 而且还有象征 独立和希望 那上面有两排字 第一排大字 写的是 欧西儒 这两个字 可能有些人会 不知道怎么解读 欧西其实是另外一个 澳洲人的说法 那在这里 Rules的概念 其实是说 统治 表现很好 做得很棒的 这个意思 那下面还有一排小字 就是澳大利亚 可以交给全世界什么 那这是这一期的 这个封面故事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看 那这一期 其实它针对澳洲 它花了蛮大的篇幅 来跟大家说 因为其实除了这个封面故事 在第十一页 就续论第一篇之外 另外呢 它还有七篇 Special Report 花这么大的篇幅啊 对 分别从所谓 我们知道澳洲 有很多的大众物资 经济政策 外交关系 移民 气候变化 政治 那我觉得 如果说大家没那么多时间 我觉得推荐 大家可以看的是第一篇 第一篇呢 其实它还是有个小乌鸦 它说澳洲 现在有一些小问题 就是政治内讧 也开始有政治内讧 那这是 那这一篇呢 而且它政治内讧 不是政党相互的斗争 它的政治内讧 是政党自己内部的 没错 那我们来看一看 序论这一篇的Summary 文章一开始它说到 我们如果问自己 什么是美国 现在面对最大的问题 你可能接着要问 日本 英国 法国 每个国家都有 每个国家的问题 那各种意见都有 但有些担忧 总是周而复始的发生 但过去数十年 增长放慢 让中产阶级面临 所谓唯物主义的转折点 那这些中产阶级 开始幻想破灭 进而愤怒 那财政政策者的批评者 也公开谴责 大量的财政失智 因为老龄化 而让包括医疗照护 及退休金的负担 越来越沉重 接着 因为各国大量移民的迁入 也激怒了向美国的民粹主义 甚至蔓延到了全欧洲 对许多人而言 这告诉我们一个 最令人警惕的趋势 就是现在全球缺乏 起码的政治和谐 去好好处理 这些越来越大的危机 这是现在大部分全球 我们看到的情况 那对于大部分富裕国家来说 我们本来期待的是 越来越高的收入 越来越低的负债率 还有我们支付得起的福利制度 甚至对大量移民的友善 以及方方面面的政治和谐 让稳固的这些基础 能够去推行政策 这些事情 对很多国家来说 已经变得遥不可及 许多西方政治人物 很难想象 在这个世界 竟然有个国家 可以把上面这些事情做好 令人高兴的是 我们真的可以这么想 这个国家确实存在 它的名字叫做澳大利亚 也许因为它离我们大家很远 也许因为它只有2500万人口 也许它因为吴伟雄 被我们看成 就是一个观光的栖息地 所以没有很多人 注意到这个国家 但它的经济 可以说是富裕国家中最成功的 它已经连续增长27年 从来没有衰退 这在已开发国家 是个记录 它在这段时间累积的增长 几乎是德国的三倍 中产阶级的增长人数 更是美国的四倍 而公共债务占据GDP的41% 也不到英国的一半 当然其中也有幸运的成分 就像我们都知道 澳洲有丰富的铁矿 还有天然气 加上它跟中国的关系很好 所以很多事情都能够在那里发生 但不能否认 它稳健的政策制定 鞠躬绝尾 那在最近的1991年衰退之后 政府改进医疗服务及退休体系 要求中产阶级你要付更多的钱 结果就是澳洲花费 这个金额只有OECD国家平均的一半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澳洲对新移民的热情 29%的澳洲人 你要么在其他国家出生 要么就是有一半的小孩子是来自其他国家 那主要是来自亚洲 那我们看看美国 英国及意大利 这些国家接受的移民少很多 却被恶意对待 或是日本 你外国人可以定居 但你不可以参与政治 但在澳洲两个主要政党都认为 大量拥有技能的移民 对经济的健康很重要 而这些成就不是没有缺点 澳大利亚人缴交的退休金体制 就因为归费过高 让澳洲人实际能拿到退休金少很多 还有相对于他们善待合法移民的热情 他们对待那些搭船进入澳大利亚的难民 就很苛刻 例如把他们隔离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岛上 就有点不近人情 还有 有些澳洲政府应该落实的改革 目前看起来做得不到位 譬如说澳洲土著就承受很多的不公平 但连续多个政府都没有证实这个事情 还有 全球暖化正在区域严重 这澳洲的干旱也越来越严重 但是澳洲在温室效应这件事情上 几乎没有作为 然而 澳洲还是让很多其他国家 没法实现的改革例子顺利完成 民主党在美国提出的许多制衡退休金 跟医疗费用的方案 看起来就像把老人就在悬崖外 但澳洲一马当先做好了 工党尝试推出增加好处的 强制性私人退休金给工会 因为它技术上要求雇主 固定为员工支付退休金 这个政党还预留部分退休金下来 可以支付给那些没有办法存钱的人 这些做法也可以塑造 让大家欢迎大量移民 即使他们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 但他们也该让选民明白 边境管理更加重要 而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两党政治非常重要 是右翼政党同意亚洲的大规模移民 越南移民从1970年以来 就开始进入澳洲 澳洲的政治体制呢 走向中间路线 所有合格的公民 你依照法律 你都必须投票 而且他们不需要烦恼 表态你支持哪个主流政党 政党也不需要集会 去迎合某些选民 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出席 必须 对 依法 否则要罚款 OK 那政党会努力去争取 摇摆的中间选民 或中产阶级 而你投票的时候 它的制度叫做 选举选择性制度 就是你只要排序 你不用选一个人 你就写说 一二三四 我比较喜欢韩国瑜 我第二喜欢陈其迈 这样子排就好了 那也让选票的影响力 得到适当的显现 而不会过激 文章最后提到 讽刺的事 就是因为这些好处 所以澳洲人 越来越不满足 选民对于政府的效率 开始质疑 由于选举制度的设计 两党席位变化不大 但选票比例 从1980年以来 已经掉了20% 政治人物感觉到选民不满 也开始变得有点狂热 总理的频繁变换 也变得习以为常 好像新面孔 就可以让选民 看见政党的成长 有些身在现在执政的 自由党之中的人 即使他们还没有执政 已经开始呼吁 降低移民人数 这破坏了几十年来的 两党和谐 有企图性的改革 越来越少 这个世界其他地方 确实可以从澳洲 学到很多 但澳洲本身也开始 可能要赶紧做出 一些更好的提升 它里面当然 所称许澳洲的 除了连续27年的 经济成长 很重要的是 中产阶级 其实那个比重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是增加的 然后对于 有能力的移民 我这边要强调 是有能力的移民 因为它对于 经济难民 其实还是有人权问题的 对不对 所以它对于 有能力的移民 是欢迎的 这几件事情 是经济学人 所称许澳洲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 澳洲是得天赌 2500万 它人口比我们 多不到十分之一 就跟我们差不多 对不对 没错 可是你看它那个土地 这么大 难怪它可以容许移民 而不会有太大 可是现在也都有反弹 对 好 所以这是任何国家 都会面对的问题 不过澳洲曾经 做对的事情 它的民主设计的 投票制度 还蛮特别的 不投票 就会罚款 对 好 我们这个提供 大家参考了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这一次 这一次伦敦金融时报 你挑的题目 是谈并购市场 全球的并购市场 好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线上 是我们的老朋友 丁学文 也非常欢迎 news98官方粉丝团 脸书的朋友 一起来看直播 好 这个学文 接下来要帮我们 选读的这一篇文章 是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 要谈全球的并购市场 对 这一次呢 这一篇社论 也是比较偏正面的 他用的标题写的是 在并购市场上 这一次或许真的不一样 might be different 所以是偏正面的 就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糟糕 小标题写的是 有迹象显示 投资人越来越懂得 如何处罚 或者是拒绝 那些不好的投资案 不像以前那么傻 文章一开始他提到说 并购活动 现在看起来还是很火热 2018年1月迄今 宣布的交易额 已经超过2017年 全年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 在整体金融市场 明显弥漫着 不安情绪的情况之下 不只是让大家 对2007年 全球金融危机 记忆犹新的人 感到不安心 很多人甚至在质疑 并购市场 是不是又即将下坠 或者走下坡路 还是金融体系中的制衡机制 这一次真的起到了更好的作用 确实有一些警示信号 某些行业的估值是过高的 资金成本仍然低廉 但变得越来越贵 而且本轮并购的boom 就是牛市 boer market 持续的时间之长 已经高达9年 表示呢 其实随时可能逆转 此外 一些已经宣布的大型交易 从长远来看 它的合理性也存在疑问 不论是我们最近看到的comcast 以370亿美元 收购英国的sky 还是warmart 以160亿美元 收购所谓的flip card 都不太像是富有远见的交易 反倒是向企业 为了回应 越来越多颠覆性的startup 就是新创公司 试图透过收购 来让自己摆脱过时的尴尬 但这一次跟以往 还是有一些关键性的difference 就是不一样 2007年并购交易的估值也很高 但主要是交易类型 这两次不大一样 当时就是2007年 主要是高杠杆 用股票互相swap的这种形式去交易 当时最有名的像苏格兰皇家银行 还有Votis 富通银行 还有Santa银行 以710亿欧元收购了 当时其实在台湾很有名的 ABM 就是荷兰银行 那这个交易一直被视为 金融危机时代 一种过于交大自傲的一个case 现在回头看 这个案子就是一个估值过高的银行 收购另一家估值过高的银行的失败例子 今天虽然科技跟制药的一些行业 看起来估值也很高 但按照Diologic 这个咨询公司的这个数据显示 从2017年1月以来宣布的并购交易 科技和制药占的比例只有20% 20%而已 工业等这些实体的这个并购交易的估值倍数 看起来还是比较合理的 牛市即将见顶的一个指标 通常是多数交易使用股票形式进行 但目前全球的并购交易 大部分都是用现金 大概是4比1 用股票的只有1 让人会比较安心一点 即使一些交易看起来像是受到严重冲击的巨头的垂死挣扎 但许多其他交易都有真正的行业逻辑 譬如英国石油公司BP 今年7月以105亿美元收购BHP Bearton的页岩资产 这笔交易就还算合理 那中美的紧张关系 当然也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贸易战 因为这挫伤了所谓的动物精神 Animal Spears 可能会引起让市场冷静的作用 第三季 并购交易开始出现下缓 总体统计数据其实是被一些大型并购交易所所扭曲 光9月24号宣布的交易就有500亿美元 当新一代市场参与者自以为比前一代市场参与者聪明时 就是很危险的 在金融市场盛级必衰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规律 然而有一些迹象表明 目前投资人变得比以前聪明了 整体市场知道怎么拒绝跟惩罚坏的交易案 自金融危机以来 企业董事会也很讨厌风险 各董事们开始对可能导致监管或竞争纠纷的交易 变得很谨慎 与此同时 投资者在终止不好的交易取得很大的成功 从2017年1月宣布并购交易中 有四分之一被维权者所拒绝 文章最后一句话提到 认为市场已经变得比以往的繁荣时期更有效率 通常这就是调整即将到来的一个指标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次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还是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 好 但我觉得这一次跟以前没有太大的不一样 你觉得呢 我也是这样 我本来看到标题的时候 我以为他要乌鸦 可是看一看呢 他还是觉得说有一些structure不大一样 当然投资人变聪明了 这一点是真的 可是并公案创历史新高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一个过度乐观之下的一个刚刚操作的一个征兆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最大风险它里面点到但是没有深究 就是说这一次为什么很多并购案 因为很多的start up的公司 对吧 新创公司 对 我觉得他应该去挖那一块 真正的泡沫跟估值的这个泡沫在独角树 可能不是在大的企业 跟上次不一样 OK 所以对上一次 不只上次 上上次也是一样 都是那一种大型公司并大型公司 然后引起市场极大的震撼 后来发现说 那个那些并购案 背后 这个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好的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有很多的科技公司 去并那些独角兽公司 花了大钱 后续的影响不见得是正面的 对 就像前几天IBM去并购一家独角兽公司 就IBM的 不是 是IBM吗 是IBM 是IBM吗 就IBM的股价是跌的 对 其实它这一次还不只是这样 它是两个方向 有大型机构去并独角兽 还有独角兽去并别人 对吧 那影响就大了 那独角兽的钱哪来的 就是投资人给的 好 这要注意了 接下来 经济学人这一次跟中国有关的内容 很多耶 八篇哦 对 非常非常多 而且我发现它越来越多 八篇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一次我要特别提到 我们之前前几次都讲茶馆嘛 那这一次其实上一期 奉行我不是跟你说改版吗 对 改版之后其实有个新的section 叫graph details 它就是呢 会按照全世界的数据去说话 就它先给你很多的数据图 然后从数据里面去说 上一次是第一期 上一次主要谈的是全世界太空竞赛 那这一期我觉得内容比茶馆好 所以我们讲这一个 那这一篇文章在81页 它的section就叫graph details 那看这个文章 你要先看它的图 再去看它的内容会比较有趣 那这篇文章的标题写的是 a new hegemon hegemon是霸权 就是一个新霸权 小标题写的是 中国世纪真的来了 那更小的标题写的是 许多全球的趋势都表示 这些所谓中国世纪的这个 叫做指标 都是属于中国的 那文章一开始它提到说 当国际关系学者预测 21世纪会成为中国世纪时 他们其实没有颜值过早 尽管目前美国看起来 还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中国已经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变化的驱动器 其实中国在一个经济指标上 早就已经高居全球榜首 它就是PPP 按照购买力评价指数的 衡量的一个指标 PPP 对 那当然现在中国的GDP 你按GDP去看 还比美国少40% 但是如果你按照PPP 去衡量 中国经济在2013年 就已经是全球第一 虽然中国经济 经常被列入新兴市场 但其实它的表现在 全球独一无二 按照购买力平均衡量 如今中国人均GDP 已经增至1990年以来的 10倍 10倍到底多不多 总体而言 相对贫穷的经济体 会比富裕经济体 增长更快 然而其他那些在1990年 跟中国在同一个 贫穷程度的国家 他们过去 1990年到现在 它的购买力只增长了一倍 可是中国增长10倍 那中国发展 已经对全世界经济 产生一种万有引力的效应 经济学人 根据每个国家 按照GDP加权的 经纬度平均值 计算出不同时期的 全球经济地理的重心 他给了一个图 就是 如果大家有在脸书上面 看图的话 那张图上面是一个地图 然后地图上面 有一些些那种 歪七扭八的现行 对不对 对 它就从第一世纪 全世界地理中心 它算出来之后 点出来的点 然后美国在全世界 一家独大的时候 这个地理中心 是位于北大西洋 但最近经济学人 画完图之后 发现 中国已经把这个中心 大幅度往东方拉 现在全球的经济中心 在西伯利亚 它这个经济中心的 这一个地理图呢 它是根据什么指标来画的 它是按照GDP加权 每个国家不是都有GDP吗 对 加权之后 它的经纬度 我们不是通常一个国家 有经度 经度纬度 我们看地球 它按照那个点出来 然后那个重心算出来 全值 然后当作全世界的 重心的平衡点 所以按照经济学人 他所计算的这一个点的话 他认为 现在的重心点 已经在东亚地区 对 就是你看到那个图 有没有 第一世纪的时候 就是在中国 后来拉到英国 日本 美国 现在又被拉回来中国了 所以绕一圈又回中国了 所以那一条红色的曲线 指的其实就是 每一个时间 然后它的 经济地理中心的位置 重心的位置 重心的位置 对 OK 那由于人口众多 而且发展迅猛 如今中国对全球的变化 贡献份额相当的大 从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在全球GDP的 增量中的占比 高达45% 1990年 7.5亿的中国人 生活在极端贫困 如今不到一千万 这个同期 全球脱贫的成就 中国就贡献了三分之二 在此期间 中国甚至还占了 全球专利申请的一半 OK 这都是正面 最后一段又要开始负面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看经济学人 对中国的警告是什么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 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那么在我们线上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那么同时也欢迎 98官方粉丝团的朋友 一起来看 这个脸书直播 那么学文刚刚所看到 经济学人在这一期 其实他 所以你知道经济学人 即便他的文字那么讲究 但他现在也知道 用图说故事 这件事情很重要了 他用这种很简单的图 然后去说一个 他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他觉得 整个世界的经济重心 正在往亚洲移 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关系 但是 也是有一些 所以他最后一段 做了一个转折 他说所有我们上面 提到的这些数据 都跟和平崛起有关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 即使在冷战过后 其实全球都在削减武力 但是大家要注意 中国在军力 就是国防支出 他也是持续在增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在他占据 1990年以后 全球国防支出 高达60% 就全世界花在国防支出的 有60%是中国人的 所有这些成长 也付出了环境的代价 中国现在也是 1990年以后 全球温室效应排放 来源的55% 就这两件事情警告 对 也是数据 不过这两个警告 看起来 比较不温不火 对啊 所以其实他整个图 对中国来说 所以他的标题写的是 中国事迹 已经under the way 他还是 中国这个挡不住了 所以其实他还算 其实你来讲算正面 正面 对好 接下来再来看到 因为这一题跟中国有关的内容 非常的多嘛 接下来你要谈的是 中国股市 就是说在财经前 最近大家最关心 其实 其实是转折蛮大的 我觉得 以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中国政府 其实是有点慌乱 我们看看这篇文章 因为股市下跌慌乱 还是中美贸易战 我不知道你 就是上礼拜最有名 就是 摆明了救市 对 就我出来 但是救不住啊 对 两会一行 然后再加上刘鹤跟习近平 对 当不住 我们看这篇文章 讲 告诉我们 我原因是什么 这篇文章在财经板块第二篇 第六十五页 他一开场 Title就非常讽刺中国 叫The Waylermakers 天气预报院 好像彭启明 彭启明就天气预报院 彭启明比他准多了 他为什么说他们是天气预报员 他说中国监管者 想要当天气预报员 刺激股市反弹 因为上海股价 他今年以来已经暴跌了很久 我们来看文章的内容 他说在股价下跌后 说现在是底部 通常是风险很大的事情 虽然投资人会去看现行图 会去看债券殖利率的变化 会去看大宗商品线 想要找训组 但Lucky 运气通常比技巧重要 尤其在中国 你最少短期的线索在告诉我们 你唯一的方式就是等待中国政府进场 事情总算明朗 10月19号 四位资深的财经官员 包括央行行长 一起出来呼吁股市要上涨了 果然在第二天的10月22号 股市上涨了10% 但是接着开始回吐 对于下跌许久的中国股市而言 大家总是松了一口气 政府表态了 今年以来中国股市 名列全球最糟糕的市场 这个市场经受住了 10月24号美股的大跌 平盘坐收 中国股市通常被认为 跟它的经济状况 关联性不大 企业通常宁愿从银行融资 也不大愿意借由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许多头部企业 例如那些科技巨头 甚至选择在国外上市 股票市场的表现 跟经济关联性极低 但中国领导人对于它的干预 显示他们太不聪明 而轻忽了市场的事实 他们害怕股市下跌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会让事情看起来不好 美国总统川普 以及他的顾问 已经在说中国本身的经济有问题 因美国赢得了战争 分析师很快注意到 中国的政策正是自己麻烦的原因 因为它推动一个控制债务的运动 压制了流动性 但川普的声明 其实不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确实开始遇到了trouble 对美国关税壁垒悲观的人 过度情绪化 越来越多股票被卖出 表示贸易战争的伤害 比想象的来得大 虽然一切才刚刚开始 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成为现在中国监管者的首要任务 这些企业也有技术上的烦恼 银行本来就不喜欢借钱给民企 相比于国有企业 他们被认为风险系数太高 所以五年前 中国政府在股市好的时候 让他们可以在上市市场 用股票去质押贷款 目的就估计 今年年初有25%的上市公司 质押了超过三成的股票 去向银行贷款 因为流动性不足 由于股市下跌 这些质押就会缩水 这让债券银行被迫抛售股票 很多口袋深的国有企业 也趁机买入最少30家 陷入麻烦的上市公司的权 这些动作让国进民退的声音 传得越来越大 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商业气候 政府正努力解开这些股票质押 他们已经要求保险公司 可以借钱给陷入麻烦的企业 乐观者宣称 中国监管者在2015年股灾后 已经加强股市监管 当时他们允许超过一半的企业 借由买卖股票支撑股价 造成当时投资人的损失惨重 他们也只是国家队 包括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 在当时买入超过2000亿美元的股票 但这一次他们只集中在2%的股票 用谨慎的方式慢慢买入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但是在未来几年 对于中国股市比较大的教训 经济学人认为还是一样 我们只有检视政府的行为 比看懂这个市场重要 在政府官员集体表态的前几天 中国的政监会主席 刘士宇曾经说春天不远了 经济学人认为 如果你是决定天气变化的人 你当然可以说再过来春天不远了 不过你说的春天不见得是我们想的春天 所以经济学人其实是痛批 中国大陆想要 借由政策宣誓或者是股市干预的方式 然后让中国股市止跌的做法 没错 但他并没有提到 他觉得到底现在中国股市是不是底部了 底部 他其实在风险 他第一句话就说了 他说如果你在股票下跌 说现在是底部 你的风险是很大的 是 因为股市下跌的时候 就好像那个刀子往下掉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手去接 真的 真的 你的反应也未必太直接快速了一点 好 还有六篇 我们把这个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时间 茶馆 茶馆稍微说一下好了 我觉得还没意思 茶馆呢 谈的还是那个珠港湾大桥 OK 所以他的这篇茶馆在第三十页 他的标题写的是 一座新桥告诉我们香港跟中国的关系 一国两制正在失去它的吸引力 那文章一开始他提到说 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周 其实上一周了 齐聚在参与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典礼 这么多领导人陪同习近平参与活动 他宣示的政治意味 远远超过交通工程代表的意义 这座桥呢 总共盖了九年 有55公里长 预算远远的超标 它有六线道 连接珠三角 包括一些人工道 那有最后是由中国国务院总理高喊 一国两制成功实现 然后开通 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 他最后结论说 对中国而言 香港还是金融中心 但是随着中国整体实力提升 两制被辨认为越来越不重要 香港的有感受很深 何来台湾的感受会更深